好的,各位同学们,现在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上课了 那么首先呢,一眼是要欢迎亲爱的同学们来到分泌课堂 今天呢,我们讲的是理论经讲句法四 我是主讲老师,君君子 那么首先还是老规矩 我们要来复习一下上解课的这个知识点 同学们,首先请看一下第一个哈 我们说win这个点词 它是可以引导实践状语重句的,对不对 那么它后边可以接怎么样和怎么样的动词 它对于重句的这个动词有没有什么要求和限制呢 可以接什么样的动词和什么动词 非常好,短暂性动词或延续的动词都可以 是不是,同学们写延续非延续也是对的 所以词是第一个空,我写是延续 第二个我写是非延续,不能先 下一个,well只能接什么样的动词 well在相对于这个问来讲 它的这个使用范围没有问大 是不是,爱它只能接延续性的 也就是我们讲的可持续性动词 是不是,第三个 爱子对于它后方的这个动词也是没有要求的 那么它呢,比较强调主从去动作同时发声 所以它的翻译上有一些不同 对,可以翻译成一边一边 也可以翻译成随着,非常好 考试如果翻译成这句话需要表示一个随着的意思 或者一边一边的意思的话 咱们就选择这个爱子就可以了 下面看第二小点 说hardly, scarcely和no sooner 当他们位于聚首时,其后要进行什么 非常好,叫倒装 如果说的完整一点,叫做部分倒装 部分倒装 部分倒装呢,咱们今天晚上就会学了 到时候呢,咱们还会再把这个知识点再拿出来讲一遍 第三个,hardly和scarcely以及no sooner后方加什么时代 他们几个是翻译成一怎么怎么样 后边这个呢,翻译成就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 那么先发声的,非常好 先发声的用的是过去完成时 它的结构是had then 而后发声的这个when,when和then后方接的是 是吧,后边这个时代是什么 回忆,非常好 一般过去时 一般过去时 来,下一个 although他在引导让不状有成绩的时候 要不要倒装 对,不倒装 是不是,他的体型最胖 风吹也吹不倒,不倒装 第二个,though,要不要倒装 可倒可不到 可以倒装,也可以不倒装 是不是,都是可以的 考试看情况 第三个,爱子要不要倒装 爱子必须得倒装 是不是,爱必须要倒装 那么他倒装的这个情况是怎么倒装 同学们 他倒装的这个方式是怎么去倒 把想要强调的词往前提 剩下照抄就可以了 对不对,再说一遍 爱子在进行强调 在进行这个倒装的时候 他不是那种正常情况那种倒装 他只是把想要强调的这个单词提前 剩下直接让他不变就可以了 但是呢,其中有一个需要同学们注意 就是如若他强调名词的话 应该怎么办 如若把名词往前提 应该怎么办 非常好,让名词裸奔是不是 删掉名词前方的冠词以及形容词性的物主代词 对不对 爱让名词单个的放在这个句首就可以了 把他前方这个限定词都给他删掉 对的 嗯 来下一个 说 although hello不可以和谁联用 but 对不对 爱不能够和but 联用 但是可以和谁联用 yet 优秀 可以和yet联用 但是but不行 下一个 no matter加上一问词 后边只能引导什么样的从局 他是不是翻译成无论什么什么呀 对不对 爱非常好 他只能引导让步状语从局 爱翻译成无论怎么怎么样都 嗯 而一问词加上ever的就比较万能了 又能够引导让步状语从局 还能够引导什么样的从局 非常好 谢女泡泡 叫做名词性从局 爱名词性从局和让步状语从局都可以 那么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 no matter加上一问词和疑问词加上ever 同时出现在选项当中 直接将no matter这一系列 全部都pass掉 因为一问词加ever的这个用法 是完全包含这个no matter加一问词的 大家懂我意思吧 直接pass就好了 来下一个考察这个汉语意思 第一个in case 意为什么 in case引导这个目的状语从局的 非常好 以防对不对 按以免 嗯 还有免得都可以 对以防以免 下一个for fear that for fear that 来不及打字的话 就在屏幕前张嘴说啊 就也可以啊 for fear that 因为他的这个表达当中呢 有了一个fear嘛 是不是啊 有这个恐惧害怕的意思 所以这个for fear that 除了可以翻译成以防以外啊 还可以翻译成对为口 还有就是什么 生怕 清个屏吧 下一个 last 意为什么 还是有个以防 对不对 这个说句比较断一会儿哈 还是有个以防 然后还有就是唯恐 还有就是生怕 对啊 唯恐啊 以防 生怕 等等 来下一个 unconditioned 意为什么 他引导的是一个条件状态层局 上方这个是目的状态层局 非常好 对 叫做条件事 条件事 或者是翻译成以什么什么为条件 对 在什么什么条件下都可以 旁边这个supposing 非常好 假设 对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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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最后一个 in that 这个是原因撞错 in that 意味什么 看英文反应中文 为了 不对 in that 对 既然由于因为 既然 由于或者是因为 来下一个 下一个 now that 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 画一个这个箭头吧 也是一样的 既然由于因为 第三个 considering that 或者是sing that 我们说consider不是表示考虑吗 所以它其实吧 你也能结合语境翻译成由于因为啥的 那么还有一个含义比较贴合它本身这个表示的表意的 叫做考虑到 非常好 考虑到或者是鉴于什么什么事实 鉴于什么什么事实 好了以上给五秒钟消化一下 这就是咱们上节课 比较重要的一些知识点 咱们就复习完了 那么下面呢 同学们就可以把这个教材打开 翻到第二十页 我们今天呢 带答案截个图来吧 但是我刚刚上方这个清评了 宝贝 你可以回去找一下那个 刚刚那个回放 等你就是 比如说你想听 听找答案的话 可以听一下回放 前几分钟是有这个答案的 然后你再 快进到后边再截个图 你可以先截个这个 但双都有哈 双都有 好了 关于这个我们就过了哈 本节课呢 我们要讲解一个新的 这个特殊句式啊 同学们 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 咱们那个三大句式就讲完了 三大句式呢 它就是包含三种 分别是定从 还有就是名从 还有就是撞从 咱们就讲解完毕了 从今天早晨开始 咱们要讲解这个特殊句式了 特殊句式呢 一共有四个 除了有这个虚拟 还有盗装 还有强调和省略 今天咱们讲第一个 叫做虚拟语气 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虚拟语气的这个英文表达 叫做subjunctive mood 大家可以更多两遍 subjunctive mood subjunctive mood 它叫做虚拟语气 其中呢 这个mood 它表示情绪或者是语气 情绪或者是语气 而前方这个叫做虚拟的 虚拟的 所以连到一起 它就叫做虚拟语气了 不养求去拼写背诵 但是呢 看到英文 需要反映出中文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虚拟语气 同学们可以来读下这个定义 它说虚拟语气 就是用来表示 说话人的主观愿望 或者是假想 而不能表示客观存在的事实 再说一遍 虚拟语气表达的是一些什么 假想 或者是我主观上的一些愿望 它不能表示客观存在的事实 打个比方 靠我们下方这个小例句 说啊 如果我是你 我就会去找他的 那么同学们想 如果我是你这句话 它本身就是一个假设 我永远不会成为你 对不对 这个现实是 我是我你是你 我永远不会成为你 所以他说 如果我是你 我就会去怎么怎么样 它其实就是一个 假想和主观愿望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应该要去选择虚拟语气了 OK吗 哎 这个就是所谓的 它的这个使用场合 表达主观愿望或假想 而不能表示客观存在的事实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么我们说 怎么去考察这个虚拟语气呢 我如何通过这个 比如说某些形式的变化 去感受出 这是一个虚拟语气的句子呢 同学们就是这个 通过谓语动词的特殊形式 来表示 这是一个虚拟语气 这也是考试的考点 那么来看一下底下这个例子 同学们你看 这明明是 if引导的一个条件状态 对不对 昨天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是if引导条件状态成句的话 咱们的使态 不应该是主将从线吗 也就是主句用的是 一般将来时 而从句呢 我应该用一般现在时 可是此时你发现 这个时候主句变成了 wood加上就是原型 而从句呢 变成了一般过去时 那么这种特殊的变化 它就告诉我们 它是虚拟语气了 考试就通过这个地方去体现 考试挖空的地方 也是这里 或者是从句的这里 以上总结一下 一共两点 第一点是虚拟语气的定义 表示说话人的主观愿问或假想 不表示客观存在的事实 这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虚拟语气的考点 考的是主句或从句 它的谓语动词的变化 通过这种特殊的变化形式 咱们就判断得出 它是一个虚拟语气了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虚拟语气的这个考点 总共分长四个方向 我们今天呢 第一解课就前半解课 我们会讲解这个第一大点 然后这个二三四 放到这个下半场去讲 第一就是上半场讲 是以这个与义服相关的 那么这个与义服相关呢 它底下又包含了四个小点 就是第一点中又包含了四小点 分别是圈一 义服引导的非真实条件局 以及错综 以及省略义服和代替义服的用法 那么首先咱们要来看一下第一个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叫做义服引导的非真实条件句 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它这个标题 我们说义服在引导条件状重句的时候 括号它标了一个非真实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义服在引导条件状重时 它会分成两种语气 一个叫做真实语气 一个叫做虚拟语气 虚拟语气就是咱们今天要学的 而真实语气就是昨天咱们讲过的 也就是说当它的这个主句是一般将来时 重句是一般现在时的时候 它就叫做真实语气了 因为它是会发生的 那么咱们就用主张重现就好了 而我们今天这节课学的是虚拟语气 同样都是义服引导的这个重句 但是讲的是非真实的条件句 非真实的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该表格呢可以分为两个维度 首先它的这个重力 分别分成了三种时间状态 现在过去和将来 和现在事实虚拟是这样的 和过去事实虚拟是这样的 以及和将来事实虚拟是这样的 以及我们这个横行分成了主句和重句 是不是一共是两个维度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主句部分的这个微动词变化 你会发现它的变化其实很规则 有没有 永远都是主语加上四个情态动词 后方加上动词原型 或者是海不淡 或者是动词原型 对不对 那么咱们首先第一个任务就是 先把中间这四个情态动词的含义 给它弄明白 那么我们说这四个情态动词 它就是这几个 could翻成能够或可以 should翻成应该 met可能 would翻成会或将会 他们几个都是这个过去式 那么could就是can的过去式了 这个should呢就是should的过去式 may就是这个met就是may的过去式 以及would就是will的过去式 ok嘛 那么我们将这四个情态动词总结成一个小口诀 叫做厕所没水 厕所没水的话咱们用的是water 厕所没水代表了就是could should man have it 这四个有切仅有这四个 如果考试说老师他给了我一个mass的能不能选呀 不能选错的 在虚拟语气当中有切仅有这四个情态动词 ok吗 那么此时主句的未语动词中 这四个情态动词咱们就弄明白了 下面呢来看一下这个从句部分 从句部分它的这个未语动词变化会比较复杂 大家可以听我说这个关键词哈 他可以总结成四个字 从句怎么去记呢 叫做退一步讲 他叫做退一步讲 也就是说从句的未语动词都是通过往后退退出来的 那么首先同学们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 我说如果我让你将一般现在时往后退的话 你会退成一个什么时台 退一步还过天空 一般现在时往后退一步 你会退成什么时台 非常好山太阳同学 一般过去时 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退一步 那么老师说了 如果将一般过去时请你把它再退一步 退成什么时台 非常好 过去完成时同学们 这个思路是不是能理解 对不对 那我们从句的这个变化 就是通过往后退得出来的 嗯 好了 这一页哈 不需要去背知识点 你只需要明白两个事情 一从句的未语动词是通过往后退退出来的 而主句的未语动词呢 都包含四个请台动词 我们管他叫做厕所没水就可以了 下面咱们就要分开的 一行一行去讲解 首先来看第一行 就是与现在事实相反 或者换句话讲 和现在事实进行虚拟的话 我们的主从句变化是怎么样的 来仔细听 首先主句是主语加上厕所没水任意一个 结合语境该选什么就选什么 加上动词圆形 这是主句的未语动词变化 需要背哈 大家可以先就可以边听边背了 而从句呢 我们需要往后退 怎么退呀 你看 我们说正常情况下 描述一个现在的事实 我应该会使用一个一般现在事 对不对 那么老师讲了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话 从句的未语动词应该要往后退 所以就将一般现在事往后退 退成了一般过去事 OK吗 所以从句就变成了 if加主语加上了did 过去事 如果这个动词 它恰巧是被动词的话 那么被动词只有一种变化 永远都是word 你说 你说老师人称是he呀 那我也用word吗 都用word 在虚拟语气当中 被动词只有一种变化 就是word 如果他给你写成了he was 同学们 错的 有些仅有一种变化 叫做word 好了 我总结一下 大家边听边背 主句的未语动词 是主语加上厕所没水任选期一 加动词原型 同句呢 是由一般现在事往后退 退成了一般过去事 也就是if加上主语加上did 过去事 如果恰巧是必动词的话 将必动词变成word 必动词有切仅有一种变化 就是永远都要变成word 没有其他变化 好了 给我秒钟背诵 一会咱们会考试的 好了 来看例子 首先呢 同学们先看立一 这个书上有的 如果我是一只鸟 我就会飞在天空中了 是不是 那么此时你来思考这句话 如果我是一只鸟 对吧 它是在假设 在这个主观假想 我是我 鸟是鸟 是不是 客观事实就是 你是你 鸟是鸟 你不可能变成鸟的 所以此时 它就是对这个客观事实 进行了一个假设 也就是对 现在的这个事实 这个状态 进行假设 所以从句变成了 一般过去时 叫做无二 而主句变成了 物的 加上动词原型 叫做 我将会飞到天空中 选择是物的 加上fly 明白吧 再来看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是一个大熊猫的话 每个人都会爱你 那么也是 你想 客观事实就是什么 大熊猫是大熊猫 国宝 我是我 对吧 对不对 所以说 它是对现在情况的一个 假设 那么从句变成 一般过去时 叫做味 而主句呢 结合语境 叫做将会爱你 叫做物的 加上love 是不是这样 来我们再做一个 第三个 如果我们是亿万富翁 亿万富翁 我们就可以买我们喜欢的任何东西了 那么同学们首先来填第一个孔 怎么填 非常好 这么快呢 小圈毛 word 对不对 同学们 其实你会发现一个规律 如果在虚拟语气当中 你翻成是了 同学们 基本上都是word 基本上都是word 下一个 我们就可以买任何喜欢的东西了 结合语境 应该是could 加上动词原型 对不对 I could buy 好了 来这一页 最后总结一下 与现在事实相反 主句是 厕所没水加度 从句是 由一般现在时往后退 退成一般过去时的 dead 或者是word OK 好了 我们过了 下面呢看一下第二种情况 叫做与过去事实相反 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 这个主总句的实态 首先呢 还是先来看主句 主句还是这四个形态动词 叫做厕所没水 加上have that 记住 加上have that 而从句呢 还是要退一步 将一般过去时向后退 退成了过去完成时 所以从句的这个实态变化就是 if加主语加上had that 那么这种情况 也是我们唯一一个主从句都是完成时的这个情况 从句是现在完成时 这个主句是现在完成时 而从句是过去完成时 好 我心里去 主句是厕所没水加have that 从句是主语 if加主语加上had that 它是由一般过去时往后退 退成的过去完成时 好 来看了一句 首先看一下这个例儿 if I had got up early I wouldn't have been late 就是说如果我早起一点的话 我就不会迟到了 那么同学们你想 你自己创设这样一个语境 如果我今天早起一点的话 我就不会迟到了 说明什么 该事情已经发生 对不对 你是在后悔和懊恼中 所以此时 它是对过去的一件 已经发生完的事情 进入一个假设 所以此时主从句 主句用的是 would加上have that 是不是 在叠加了一个否定 叫做不会迟到 叫做wouldn't have done 而从句是由一般过去时往后退 推成的过去完成时 叫做had got had got 再来一个 第二个 if he had had her number he would have called her 如果他有他的电话号码的话 他就会打给他了 是不是 那说明什么 说明没有 现实是没有 然后他说什么 如果他有的话 他就会打给他了 此时主从句 分别是对过去情况的假设 主句用的是would加上have that 就会打给他 而从句用的是had had 那么老师问大家 这个地方出现了两个had 请问哪一个had对应的是从句中的这个had 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这个能分听不 为什么出现两个had 这能对吗 是对的 是不是 第一个had对应的是这个注动词 had 第二个had呢 其实人家是十亿动词have的过去分词 叫做had 是不是 所以说恰巧 让两个had碰到一起了 叫做had had 这个是对的 这个形式是对的 来 下面咱们一起造句 第三个 如果我们没结婚的话 去年我们就可能没有小孩了 首先结合这个时间状语 last year 说明是对过去情况的一个假设 对不对 那么前方没结婚 应该怎么去讲 结婚是不是got married 对不对 结婚是got married 那么前方怎么说呀 变成一个过去是呗 这个这个过去蛮强词呗 had got married 然后再去叠下一个否定 叫做had got married 没关系啊 同学们啊 你看屏幕就好了 可能这个里面有敏感词 没关系 叫做hadn't got married hadn't got married 用的是过去完成时 而主句呢 叫做可能没有 同学们 怎么写啊 可能 可能是哪一个 met 非常好 met 可能没有 还是在这个met后方底下否定 叫做madent 然后怎么样 have had a child last year 对不对 i叫做might not have had 非常好 might not have had 用的是情态动词 加have 前方是had 但过去完成时 后方是情态动词 加上have 两个分句 分别都连加了一个这个否定 好 体会一下 嗯 这个咱们总结一下 最后总结一下 大家再进一遍 与过去事实相反 主句是厕所 没水 加have 从句是if 加主语 加上had的 嗯 这也是唯一一种 主从句都是完成时的情况 哎 从句是had的 但主句是have的 OK 我们过了 下面呢 来看一下这个第三种情况哈 就是这个与将来事实相反的这个情况了 首先呢 主句的位动词 其实都是 就跟那个跟前方那个 与现在情况 假设那个主句是一模一样的 就还是 厕所没水 加上动词原型 哎 就可以了 而从句呢 同学们 他有三种变化 都是对的 考试有哪个 选哪个 嗯 首先呢 第一种情况 就是if 加上主语 加上动词的过去是 这个其实不也是那个 与现在情况相反的 那个那个结构嘛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if 加主 有加d的啊 他对应的就是后边这个 叫做厕所没水 加上动词原型啊 其实这一行啊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我在说啥 就是他的这个第一种情况 叠加上他的这个主句的变化 其实都完全跟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 那个主同句变化是一模一样的 OK吧 啊 这个同学们可以跟那个 一起去联想去背 而从句的另外两个变化 是咱们需要去单独去背的 你来看哈 我们说呢 与将来情况的这个 从句的这个变化 嗯 如果想要表达将来时的话 除了可以用 威尔加度以外 同学们 就是在我们后边学这个词法 说你会再听一遍啊 还可以用shall度 所以说呢 咱们就把这个shall度往后退 退成了数的度 大家能够感受到我的意思不 啊 他这个数的度怎么来呢 如果同学们还想通过那个退一步讲 去记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想 i shall度 他是一般将来时 那么将shall度往后退 退成了数的度 还有同理 b to do 他也可以表示一般将来时 将b to do向后退 那么就退成了what to do 嗯 如果你说老师这个方法不太适合我 我记不住shall度和b to do 那么你就直接被结构 ok吗 哎 有两种这个背诵方式 我总结一下 与将来事实相反 主句的位语动词变化和与现在事实相反 主句的变化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厕所没水加上动词原型 而从句的变化中呢 哎 第一个加的是过去是 这个也是和 哎 与现在事实相反那个从句是一模一样的 而另外两个需要同学们单独去记 你要么就是直接被结构 要么就是通过我讲的这个方式 shall加度 退成了数的度 而b to do 退成了what to do 嗯 根据自己情况 选择一种记忆方式 啊 来 现在也是给十秒钟背诵这个结构 怎么选厕所没有水那个词 对根据语境 根据语意 could翻译成可能 这个翻译成可以 数的翻译成应该 match是可能 误的是会将会 给十秒钟背诵哈 来 下面结合这个例句去感受这个 这个语法 首先来看这个例三 我们说好有的 说啊 if the students should study hard next semester 如果学生们下个学期能够好好学习的话 they will get a better grade 他们会取得一个好成绩 那么此时我们根据这个时间状语下个学期 说明是对将来的事情进行一个假设 所以此时从句用的是 should加动词原型 主句用的是将会取得 用的是wood加上get 那么此时从句部分除了可以用should study以外 还能够用过去是studied 是不是 还可以用word to study 这三种结构都是对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对 再来看第二个 如果你明天取得满分的话 我就会给你十亿美元 是不是 那么此时我们说根据时间状语tomorrow 说明是在对将来情况的一个假设 所以此时从句部分可以有三种变化 要么是过去是got 要么是should get 要么就是word to get 都可以 而主句呢 结合翻译叫做我将会给你 那么咱们选择的是wood加上give wood加do 好 来第三个例句练习一下 如果它明天出现的话 我就会嫁给它 出现咱们用appear吧 对咱们用appear吧 那么此时我们结合时间状语tomorrow 发现是对将来的情况的一个假设 对不对 所以从句呢可以有三种结构 要么就是appeared 答ed 要么呢就是should appear 要么就是word to appear 对不对 都对 而主句部分呢 我就会嫁给它了 怎么写 就会将会 是不是用 用什么 should不是翻译应该吗 不是这个 主句怎么写 对用wood 对不对 wood 加上mary 我们说mary somebody 直接表示嫁给某人或取某人 mary它是一个集物动词 后方可以直接加宾语 表示嫁某人或取某人 叫做would marry somebody 非常好 来以上 最后再给五秒钟消化一下 咱们要考试了 我要考这三种情况的结构 should怎么引导出来的 就是说我们说一般将来时 还可以用should加上动词原型 should加度也可以表示将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把should往后退 就退成了这个数的度 同理这个b2度 它也可以表示一般将来时 将b2度往后退 退成了word2度 wood的原型是谁 will will 来考试 同学们 来 首先 第一个 与现在事实相反 从句的变化是什么 数的翻译应该 数的翻译应该 它是should的这个过去式 should 是不是甜递的呀 对不对 如果恰巧是b动词的话 要将b动词变成word 对不对 来主句部分 是由主语加上厕所没水 加上动词的原型 非常好 同学们 如果打字慢的话 在屏幕前用嘴说也可以啊 第二个 与过去事实相反 if加主语加什么 对 have that 是不是 来主句 主语加上厕所没水 加上 非常好 太快说了 have that 是不是 这个也是唯一一种 主从句都是完成时的情况 主句是现在完成时 而从句是过去完成时 第三个 与将来事实相反 从句有三种变化 来 同学们请作答 操作没水是一个小口诀 是不是后进来了呀 第一个叫做dead 对不对 或者是word 第二种呢 就是由shell度向后退 退成了should度 第三个呢 是由b2度向后退 退成了word2度 嗯 而主句呢 是由厕所没水加上动词什么 动词缘形 度 是不是爱厕所没水指的是中间这四个情爱动词哈 好了 以上同学们 关于这个第一种情况 这个大表格同学们非常之重要 因为你后边在学所有情况的时候 基本都是以这个表格为基础的 所以这个表格一定要记得准准的 嗯 好了 来 下面咱们做题练习一下 首先同学们看一下第一道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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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翻译 说他不想要立刻去上班 因为他认为 如果这个 在后方引导是一个冰影从据 冰从 说然后又嵌套了一个这个条件状从 说如果他上班的话 是不是爱找工作的话 他就可能不会经常的去拜访朋友了 是不是 首先你结合语境会发现 这个是if引导的一个条件状的从据 然后你再看后方 人家没有用主将从据 而是在主据当中用了一个物的 加上动词原型 说明什么 他在考察虚拟语气 所以此时从据咱们也要选择虚拟语气 也要选择虚拟 那么这个虚拟呢 同学们从据中是没有这个A选项 这个has to的 是不是 也没有这个情爱动词could have done 是不是 从据不会出现这个情爱动词 只剩下2b和c项 然后我们来分析 如果你在从据选择hide蛋的话 那你主据应该是什么时代 是不是厕所没水加上hide蛋呀 是不是 可是你这个时候主据不是wouldn't加do吗 很明显是不能选择c项的 所以咱们应该选择是2b选项 也就是对将来情况的假设 从据是where to do 主据是wood加上动词原型 本题选择2b 嗯 这个题体会一下看没有问题 ok吗 如果你选择c的话 那你主据就得是加hide蛋了 你就不能加这个wood加度了 明白吗 好 来再做一个第二小题 题段有对将来的这个体现吗 嗯 倒是没有这个明显的时间标志词 但是你结合语境 你肯定不能选择c啊 你得结合这个主从据 它的那个结构去对应 是不是 或者结合翻译 如果找工作的话 他就不能经常拜访朋友了 肯定是说的是将来的事情 对不对 现在还没有找工作呢 根据结构和选项 判断出是将来的事态 对 来看一下第二小题 说一下how do you like the party 哎 说一下你认为这个派对怎么样 打语 wonderful if you had come 发现什么 从据用了一个had then 说明它是一个虚拟语器 并且呢 是对过去情况的一个假设 所以主据也对过去情况假设 结构对应的是 情态动词加上have then 本地选择 第四项 这个题做的还不错啊 嗯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关于这个 第一种情况的这个讲解 也就是if引导非真实条件句的时候 咱们这个主从据的这个变化 这个非常重要 下面呢 咱们要来看一下这个第二点 叫做错综时间条件句 那么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这个错综时间条件句 同学们可以结合点这个例句 你来感受 你看这个中文 他说你要是当初听我的 现在就不会失业了 你会发现什么 此时他主从据虚拟的这个情况 是不一样的 他的从据部分 是对过去情况的假设 对不对 当初 而主据呢 是对现在情况的假设 那么针对这种主从据虚拟情况 不一样的 咱们就管他叫做错综虚拟语器 或者叫做错综时间条件句 明白了吧 那么我们说此时 主从据的这个变化的表格 其实还是刚刚那个表格 只不过需要我们去结合主从据 虚拟的这个情况 分别去选择他的这个结构 打个比方 如果主据 他对这个过去情况相反 那你就选择厕所没水加喊半 如果从据是对将来情况相反 那你就在这个里面选一个 这样交叉去使用 他就是所谓的错综时间条件句了 OK 同学们 来 接下这个例子去感受 对 根据实际情况去选 比如说我们这个例子 如果你之前听我的 现在就不会失业了 那么此时从据 你之前听我的 从据对过去情况假设 你就选had done 就完事了 而主据呢 说你现在就不会失业了 那么主据就是 would 加上动词原型 表示对现在情况的假设 分别的去对标咱们的表格 去结合语境 分别选择 再来看一个 第二个 说 if we had started earlier 如果我们早点出发的话 我们现在就能够赶上早班车了 此时从据部分是对过去情况的假设 对不对 如果咱们早点出发的话 他是在懊悔 所以从据是对过去情况假设 选择是 had done 而主据 我们现在就能够赶上车了 所以此时 主据是对现在情况的假设 用的是 would 加上动词原型 would catch ok吗 然后呢 我讲到这里哈 我要给同学们一个这个小贴士 一个小tip 因为呢 之前会有同学问 说老师 考试的时候 我该如何判断 它是一个主从据 虚拟一致的呢 还是一个要去错综的呢 对吧 这个如何去判断呢 什么时候错综 什么时候我要一致的去 这个虚拟 有一个这个小方法 就是搭击停哈 就是 如若主从据 它有明显的时间状语 如若主从据 有明显的时间状语 比如说now啊 before啊 ear啊 同学们 如果有明显的时间状语 那么它就是错综 将它判断为错综 主从据分别结合 这个时间状态去选择 如果你发现 主从据 没有任何的时间状语 主从据啥都没有 就是一个 一句话 没有时间状语 如果无状语的话 那么咱们就默认 它主从据 虚拟的状况是一致的 好 我再说一遍 同学们 自己听哈 如若主从据 有明显的时间状语 那么就判断为 主从据 它是错综的 分别要对应 它所包含的这个时间状语 去虚拟 OK吗 比如说 如果主据是now 那主据就 对现在虚拟 如果从据是before 那么从据就对 过去去虚拟 就这样 如果你发现主从据 没有明显的时间状语 那么我们就默认 主从据虚拟的状况 是一致的 大家可以把这个记在书上 快点记 可以简单记 主从据 有明显时间状语 那就判断为是错综 如果没有明显时间状语 默认主从据 虚拟状况一致 给大家要时间吧 这个记一下 不会记得可以看这个公平 好 再给十秒钟 咱们翻篇了 练习一下 OK我们过了 来我们再做两个练习 同学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小题 先结合这个汉语去判断 说如果我是你 这反而我十年前就会买了 那么首先我们说 如果我是你 就这句话 同学们 它肯定是对现在情况的一个假设 对不对 因为咱们的客观事实就是 我是我你是你 如果你从据部分 对现在情况假设的话 那么你从据这个地方应该选什么 一般过去是 叫做 Ware 对不对 而主据 结合时间状语 10年前 说明主据是对 过去情况经假设的 所以应该是 I would I would 不对 have bought I would have bought the house 10 years ago 对 would have done 是不是 I would have done 来第二小题 要是你之前努力学习 有一个before 你现在就会有一个好工作了吧 那么此时 从据对过去情况假设 怎么听 have done 非常好 have done 对不对 I had started hard 可以的 后面这个空 现在就会找到一个好工作了 怎么听 首先结合语境应该选wood 对不对 就会 或者你学就可以 酷的也行 wood和酷的都可以 后方加动词原型 对不对 would find 或者是would get I都可以 是不是 I感受到了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错综了 来我们再做个练习题 同学们第一小题 请作答 对不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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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语境 听医生的建议和你现在就会好了 那么肯定是有个时间差的 对不对 如果你当初好好听医生的建议的话 你现在就会好转了 是不是 所以此时从句 它一定是对过去情况的一个假设 主句呢 有now对现在情况的假设 所以你就对应去选v 从句我就选择head then 排掉了c项 排掉了d项 是不是 那么主句呢 我是对这个现在情况去假设 所以应该是晴天动词加上do 所以排到了这个2b 本集选择a选项 对不对 应该是能理解的 这是我们第二个 来体会一下有没有问题 关于这个错综有没有问题 没有 不是来我们看第三个指示点 第三个就是省略if了 同学们这个考试非常只爱考 非常爱考 大家可以把这个标记个重点啊 非常爱考 就是如果教资要是考一个虚拟比器题的话 他可能大概率会考这个啊 这个考的稍微多一点叫省略if 这个省略if的同学们就一句话 大家可以来看这个 他的这个定义哈 你读一下 说啊 如果啊 这个条件从句当中 就是说if引导的这个条件状有从句 他的从句当中 如果包含了 had or should 如果包含这三个词任意一个的话 此时if是可以省略掉的 但是还没完 还要将这三个词提至聚首 形成一种别样的道庄 再说一遍 如果if引导的条件状从当中 从句包含had or should 任意一个单词 这个时候可以将if省略掉 再将他们仨提前 形成一种别样的道庄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小口诀哈 叫做if没了 还得我说 这个if没了 就是说if没有了 那么要将had or should提前嘛 这个had对应的就是had 我对应的就是word 而说对应的就是should 所以这个口诀叫做 if没了还得我说 也就是if省略将had or should提前 OK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例子 你来感受一下 正常这句话这样写 同学们是没有问题的哈 但是呢 考试比较爱考你第二种情况 就这句话你放到这个地方 他没有任何语法错误 可是考试比较爱考省略的情况 大家懂我意思吧 比较爱考这个省略的情况 也就是说 如果你早点来的话 你就会见到他了 此时 从句当中 是不是包含了一个had 那么此时 可以将if省掉had的提前 变成了had you come earlier 生态周潮 那么这个就是考试会考证情况 他可能会在had这个地方 给你挖控 那么你如果想要做对这个题的话 首先第一步你要判断 我这个地方是if引导的一个条件 状态从句 第二步 你来分析他虚拟的这个情况 结合主句的这个utip 判断前方应该是had 是不是 然后这个动词已经有了 前方填的是had OK吗 这个就是省略的方式 意味省略 had的提前 那么同学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二个例子 说要不是因为下雨的话 从这不是对过去情况虚拟吗 为什么不是had came 因为come的过去分词是come 它是aba型 原型是come 过去是came 过去分词come 来第二小题 看看怎么变成 如果想要给这句话变成否定的话 变成这个倒装的话 怎么变 if it weren't for the rain I will be going hiking now 我现在就不会再远足了 怎么说的呀 首先呢 同学们一看 从这当中又存在这个word了 对不对 那么怎么办 将if省掉word提前 同学们 老师上方只说了 要将had word should提前 但是没有说否定要提前 虚拟咋办 否定留在原地 不用动 叫做word it not for the rain 后方照抄 所以这个大家记住 如果一旦这个had word should 后方跟了一个否定的话 否定不用管它 只把这个否定留在原地 把这个word提前就可以了 这个是同学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实项 好了 来另一个题 同学们可以把书翻到这个巩固提升 股固提升第一题 就是这样的一个考点 来 有书的开书 没有书的开屏幕 第一题 好 enfim 好 对 感谢观看 这个考的就是一个 这个省略if的这个虚拟语器 是不是 首先它这个同句 你看同学们 它如果将head提前的话 它90%它都是一个这个虚拟语器 你可以将句子还原 应该是if it hadn't 它怎么样 点点点是不是 然后呢将if给省掉 head提前了 变成了had it not been for your help 随此时从句 它是对过去情况的一个假设 然后你又一看 主从句没有明显的时间状语 所以默认主从句虚拟的状况一致 随此时 主句也是对过于情况的假设 排掉了b相和b相 再结合语义 没有你的帮助的话 我们就不会完成这么多的工作 是不是 表示不会完成 所以迪加一个否定 选择a选项 wouldn't have them c想pass 来下方这个小题 为什么翻译可以感觉是错综啊 要不是因为你的帮助 就是说你不用 这个翻译吧 它有时候不太准 你重点就去结合 老师讲的一个小方法 如果 有明显的时间状语的话 比如说现在呀 之前呢 昨天去年呢等等 那么它基本都是错综 如果没有时间状语的话 你就默认是一致的就好了 默认是一致就好 对 否则这题就没法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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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个讲一下 首先呢 结合语境怎么翻译啊 就是说 如果他们削减了广告的成本 那么广告的开支 那么生产的成本就会显著下降 是不是 再说一遍 如果他们削减了广告的开支 那么生产的费用就会显著下降 此时我们说你一看同学们 你说老师 这明显是两个句子 对不对 因为呢 这块这个动词 在选项中一看 都是这个位于动词 而第二句话呢 也是情态动词加上动词原型 fall嘛 你发现它一定是一个从句 对不对 所以前方你必须需要选一个连词的 可是你看选项当中没有任何的连词 那说明什么 那说明就是考的那个省略EVE的那个选拟语器 他把这个连词给省掉了 那么我们说如果想要省掉 省掉EVE的话 我们反推 应该把hand or should提前 那么看选项没有R 没有这个C项的R 所以排掉了A项和C项 要在B和4D中去选择 所以此时你将从句还原 应该是 if they were to do cut 就是cut啊 cut 所以此时它属于是把if省掉 were提前了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控选的were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是对将来情况的一个假设 那么再来看主句 主句如果没有明显时间状语的话 也是对将来情况的假设 那么应该是情态动词加上do 那么没有shel这个情态动词 所以本集选择了第四项 它是对将来情况的一个假设 体会一下 这两题我没有问题 没有是不是 好了来讲完最后的支持点 咱们就下课 最后一个呢叫做代替if 代替if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呢什么叫做代替if呢 就是说if这个连词吧 你不用出现 我也能够表达虚拟 那么它除了有 这个叫做代替if的虚拟语器 这个名字以外 还能够叫做含蓄条件句 含蓄虚拟语器也可以 这个名字同学们了解即可 那么我们在讲这个之前的 同学们需要明白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代替if 谁来代替if呢 有两个 有两个标志词 叫做without 翻成要不是 或者是but for 翻成没有 或者叫这个是没有哈 没有 这个翻成要不是 第一个伪造翻成要不是也可以 反正就是这样的含义 without和but for 后方加名词 它就可以替代掉 if的这个从句部分 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前方如果选了这个but for 加上名词的话 它就相当于是 if的从句部分了 那么相应的 你的这个后半句 同学们 它对应的就是主句的虚拟语器变化 大家能体会到我的意思不 就是说 借词或者是借词端语后方加名词 能够代替掉if引导的 这个整个从句 那么相应的 当我们在变虚拟语器的时候 你的这个从句部分 这个变化就没有了 我们只需要对应 表格的右半边 也就是主句的位动词变化 也就是含有形态动词的 那一边变化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再去对应 如果是对过去虚拟 我就是have that 如果是现在或将来 我通通都是 这个情爱动词加上do 代替加上do就可以了 此时就没有那个从句的变化了 都是对应主句的变化 因为借词加名词 已经把整个从句部分 全部都代替掉 看一下例子 说abuffer your help 要不是你的帮忙 此时 它就相当于是 整个那个从句部分 你就不用管了 那么后半句 咱们就去对应 主句的变化就行了 然后再去分析 其他对什么情况的假设 说要不是你的帮忙 我就不能坐在这个地方 并且准备我的这个期中考试了 那么此时 他的这句话 是对现在情况的一个假设 表示我现在就不能这样了 那么咱们用的是 could加上动词原型 以及这个could加上prepare 第二个例子 说without your help 没有你的帮忙的话 这个也是代替掉了整个从句部分 那么后边的这句话 咱们就对应主句的变化就可以了 然后再结合语境 它有一个时间状语 叫做last week 上周 所以是对过去情况的假设 所以咱们填的是 would加上have done would have failed 好了 总结一下哈 记住这个原理 我们说代替if 你要问自己 谁来代替if 是with这个without和butfor 加上名词来代替if 那么代替了if哪些部分呢 代替了这个if引导条件状从的 整个从句部分 所以说相应的 咱们就只去变化主句的这个 这个结构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前方是without 或者是butfor的话 你这就知道了 我的这个后面这句话 只需要对应主句 还有情感动词那一边就可以了 然后再去相应的结合这个语境啊 结合这个时间标志词等等 去选择这个结构 好 这个也是体会一下 这个叫做代替一幅 含蓄挑进去 来我们拿个题巩固一下吧 练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巩固提升二 也是我们书上的哈 巩固提升二 看这个题能不能感受出来 这个是不是就有标志词啊 说要butfor 对不对 后方加了一个名次的短语 说要butfor要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 要不是党和政府的领导 看见butfor你就要知道 他后方加名词相当于替代掉了 整个if的从具部分 所以此时后边这句话 咱们就对应主句的变化就行了 那么主句的变化都是要含有情态动词的 所以排到了A选项 然后再结合语境 要不是党和政府的领导 我们就不会取得这么多宏伟的结果 是不是I表示不会取得 选择一个代有否定的 所以定的是第二个选项 Shouldn't have achieved 这个C和4D都没有否定 直接pass 嗯 好了来 笑话一下 到这儿同学们 有没有什么疑问 嗯 讲到这儿啊 我们这个上面场就结束了 有没有什么疑问 讲的是关于if的这个 虚拟语期的四种情况 一个就是基本结构 一个就是错综 一个就是省略衣服 一个叫做代替衣服 嗯 来 我们现在交代一下 这个休息时间哈 目前是9点58分 同学们休息到20点08分 哎 不对不对 10点08分 10点08分 打回来 休息十分之后 10点08分 打回来 嗯 好的来 上一个例题 问他理解 上一个例题 这个啊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butfor 它不就是一个代替衣服的标志词吗 看见butfor这个信号词出现 它后方加上名词短语 它就已经代替掉了 if引导的整个从句部分 啊 它代替到这个if引导 整个从句部分 所以此时 后边这个真正的这句话 咱们就对应主句的这个 虚拟变化就可以了 嗯 那么我们说主句 它都是要含有这个情态动词的 所以排到了这个A选项 它没有情态动词 又因为我们这个结合语境 翻译的是 要不是党和政府的领导 我们就不会 哎 我们就不能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哎 所以咱们选的是 带有这个否定的这个should it 而没有选择c项和d项 他们两个错在了语意上不对 啊 不符合语意 嗯 所以咱们选了2B选项 那么同学们可能会有一半 说啊 老师为什么是shouldn't have done 怎么不用那个wouldn't呢 对不对 哎 这个should不是翻译成应该吗 我们这个题下同学们 就是就题论题 当然wouldn't更好 但是呢 如果没有wouldn't 你只能选择shouldn't 哎 我们就 哎 我们就应该不会取得这么多的这个成就了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咱们就就题论题 考试选择最优选项 如果让咱们去写这样一个例句的话 当然你用这个wouldn't 还有那个couldn't 就是表意上要更好一点 如果考试的时候没有的话 退一步去讲 选择第二项是最优选项 明白了吧 就如果给你这样一个题目的话 为什么不是shouldn't achieve 这个也是实际的问题也是 因为你看bcd 只有rb属于是最优选项 如果有shouldn't achieve的话 你自己去造这个句子的话 你也可以这样写 表示对现在情况的这个假设 是可以的 就是渺乐问答 上一张二一二十一 这个有没有听懂 刚刚这个美好时光同学 老师讲的是这个 that for without 等于否定吗 他翻译的时候 是翻译成否定的 对不对 翻译成要不是 或者翻译成没有 嗯 他是翻译为否定的 我有没有讲清楚 同学们 如果没听懂 你可以再追问一下 那后面也要跟否定形式吗 不用啊 他本身就已经是否定吗 要不是后方加的是名词短语 比如说看这个例子 but for something 要不是这个事情 要不是这个东西 我们就不会怎么怎么样了 他后方不用加这个否定形式 因为他后方加的是名词短语 名词短语是没有否定的 嗯 这就是否定 你说哪个是否定啊 你是说but for后方是否定 还是说主句这个是否定啊 对啊 那我们不是结合语境来的吗 要不是你的帮忙 我就不会坐在这个地方了 没有你的帮忙 我就怎么样 我就会失败了 其实这个失败 不就像是一种否定卡义吗 这样是结合咱们语境来的吗 那么如果你这样讲 你说要不是你的帮忙 我就通过了 同学们 这不就是前后就矛盾了吗 所以说要不是后方 和没有后方加否定 这是符合咱们这个说话习惯的吗 是不是 你不是通过这个翻译过来的吗 所以后方是couldn't 而这个也是have failed 也是一种否定形式 对 要不是怎么怎么样 就不会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 嗯 好 我们放手歌吧 哪个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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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例句 哦 这个咋了 哪里不明白 这个不就是 这个不就是要不是某某事 我就不会怎么怎么样吗 buzz4后方加名词 后方呢 这个 它我们说buzz4加名词 它根本就不算句子 是不是 它只是一个介词短语 后方这个才是句子 后方这句话呢 一定记住哈 对应的是主句位于动词的变化 都是还要含有形态动词的 啊 也就是couldn't加动词原型 啊 以及couldn't加prepare 因为这个prepare前方的这个couldn't 跟前方这个couldn't不是重复了吗 所以它用按的来连接了 啊 其实就是couldn't sit here andcouldn't prepare for 怎么怎么样 不会判断是现在还是过去还是相反 嗯 嗯 考试的时候一般会比较明显的 它这个其实就是想说要不是你的帮忙 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个地方了 我如果给你加一个nale的话 你就会比较清楚了啊 嗯 考上去结合语境 还有就是结合这个时间状语去看 嗯 这个讲ok不 就是你来看这个题哈 它这个例子可能就是说 嗯 啊 对 这个例子就可能说 它是默认是对现在的这个情况的假设了 它没有给你给出这个时间状语 但是考试的时候会给的很明确的 比如说你看这个例子 要不是党和政府的领导 它后边它这个选项给你设的时候 它就不会 它就不会给你设两个一样的这样的选项 就是不会给你设两个对的选项 如果你翻译成不会怎么怎么样的话 你的答案都是唯一的 就是说考试不会出现说老师两个选项都对 一个对过去相反 一个对现在相反 而且还没有这个时间状语 那这样我怎么选 考试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的 它只会给你这个唯一一个正确的选项 你结合语境 结合这个翻译 表示否定啊 排掉两个 然后表示主题的变化啊 排掉一个A项 其实答案就出来了 考试没有那么难 不会给你设置两个没两个的选项的 嗯不客气 休息一会吧 还有三分钟 选择与什么事实相反 是不是要看从具部分 嗯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吧 就是说你如果要是主从具都挖空了 它挖什么地方 你就看什么地方 你说的是哪种情况 是代替一副那个情况吗 啊代替一副那个情况 它其实不存在主从具 因为它前面那个是借词短语 它根本就不叫句子 它真正是句子 只有后半就是句子 啊前方是一个借短加句子 只需要看后边就好了 看后边这句话的时候呢 你就看它是对什么情况相反 然后呢选择一个相应的 主句的那个变化啊 就可以了 现在或将来都是厕所没水加度 如果是过去的话 就是厕所没水加海败 嗯 嗯 15年 左边 海败 好嘞 我们就休息到10点08分 快乐的时光怎么那么短暂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大点 就是和IF相关这个 咱们就全部都讲完了 一共是四种小的这个小情况 咱们都梳理完了 下面呢要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大点 这个第二大点呢 其实我觉得是比刚刚那个要简单的哈 因为呢咱们不需要记那么多的结构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思维导图 就是我们说第二大点叫做 与愿望建议要求命令等相关的这样的词 如果他们和名字像从去联用的话 比如说主从表从宾从同位从 那么这个时候从句当中要使用虚拟语气 结构就是一个叫做树的加度 树的可省 这个树的花扣起来了 叫做树的加度树的可省 老师再说一遍哈 第二大点啊 讲的是与愿要建命相关的 爱愿望要求建命令相关的词 这些词一旦和名字像从句联用的话 那么从句当中要使用虚拟语气 结构就是一个树的加度 树的可省 OK不 那么我们说其实我们在学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最关键的不是记这个结构 而是要看前方 与愿要建命相关的这个词都有哪些 考试的时候 比如说一旦 我这个是一个愿望的词 后方加了一个宾允许从句 那么你一看 表示愿望的 后方加上名字像从句了 那么此时这个宾允许从句当中 我就要选择树的加度树的可省 OK吗 所以咱们的这个实际的这个重点 应该是放到 积累愿要建命相关的这样的词 那么下面咱们分别来讲一下 首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这个第一个情况也是考试考的最多的 也就是表达愿要建命这样的词 加上宾允许从句的话 那么宾允许从句当中 要使用树的加度树的可省 那么这些动作都有哪些呢 咱们来过一下 比如说有ask 表示要求 require要求 request要求 demand要求 这前方都是四个要求 还有pray将做祈祷 我们就把它归类到这个愿望里边 就可以了 祈祷 还有insist 这个一会咱们要重点单独讲 它叫做坚持要求 等会啊 它叫做坚持要求 大家可以把这个圈出来 标价很有意思 叫做坚持要求 以及继续向后看 这个desire 愿望 表示这个渴望 是不是 and maintain 叫维持主张断言 咱们也可以把它归类到这个要求当中来 它表示主张啊 断言啊都可以 还有purpose 表示要求 suggest建议 这个也画了一个重点符号 嗯 表示建议 还有move 表示促使 趋势 urge 叫强烈要求 advice 建议啊 还有这个recommand 叫做建议 或者是推荐 还有command 叫做命令 order 命令 arrange 安排 desire 要决定 这几个词啊 大家就是看一看就行啊 不用说老师 我用没有一字不差都给它背下来 也不用 没事看一看就行啊 在心里有个数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将这几个词呢 就是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口诀 大家也是看看即可 不用去背诵 一个就是坚持要求 叫做insist 一个坚持 insist 两个命令 command和order 以及三个建议 advice suggest 和purpose 四个要求 demand ask desire 和urge 以及推荐和决定 regman 和decide 这些词同学们 一旦他们后方接笔语重句了 笔语重句里边的结构 要用虚拟 他要选择受到大家读书的可舍 就完事了 主要就是判断这些词 那么来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 他怎么样 他要求 这个论文应该被重写 是不是 此时demand后方 他加了一个笔语重句 是不是 那么我们说demand表示要求 他符合冤药界面里面的这个要求的要 是不是 那么从句里边 就是要用 should的加度 should的可舍 叫做should be rewritten 或者是be rewritten 都可以 考试有哪个选哪个 那么此时我们说 因为这个datch 仅仅按着前方这个demand了 所以这个datch也是可以省的 也换了一个花 这就是第一种 考试会在这个地方挖口 如果你能看出 它是表示冤药界面中的另外 任何一个的 那你就知道 从句应该用 数的加度 数的可舍就可以了 第二个 他坚持要求会应该被推迟 也是坚持要求的这个要 他也符合愿药界面的这个要 是不是 在这四个字里面 所以他后方在接这个笔语重句的时候 应该用数的加度 数的可舍 数的可舍 数的可舍起来 那么又因为 datch仅仅按着前方这个insist 这个datch也是可以舍 第三个 they proposed 他们建议要求 所有的计划都应该在会议上被讨论 也是前方表示愿要见命中的这个要求了 主张了 建议了 所以从句当中应该用数的加度 数的可舍 那么这个datch呢 紧紧按着前方的动词也是可舍 所以这一页同学们 其实你就记住傻呀 表达愿要见命这样含义的词 后方接逼运从句的话 逼运从句要用虚拟语气 结构是数的加度 数的可舍 就没事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些 常常考的这样的动词记一记 看一看就OK了 这是我们第一个 和逼运从句的这个情况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画圈的这两个 这个重点单词 一个叫做suggest 一个叫做insist 大家先看课件 然后再在这个书上画笔记 首先呢 我们说suggest 它有两层含义 一个是翻译成建议 对不对 同学们 它如果翻译成建议的话 它不就符合愿要见命的这个建了吗 叫建议的建 是不是 以及insist 如果翻译成坚持要求的话 它也符合愿要见命的这个要求的这个要 所以当他们两个 翻译成这个含义的时候 你就该许你就许你 结构选择 受的加度数的可守 可是 我们说suggest 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它还能够翻译成暗示和表明 可是翻译成暗示表明的话 它就不在愿要见命这四个字里面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不许你 同理insist 如果翻译成坚持认为的话 它也是坚持认为 就不在愿要见命这四个字里面了 那么它也是不许你的 使用一个陈述语气 该什么时代就什么时代 好我再说一遍 同学们往心里去 suggest除了可以翻译成建议 还能翻译成暗示和表明 翻译成建议的话 就符合愿要见命 虚拟 如果翻译成暗示表明的话 不在这四个字里面 那就不虚拟 相同的 insist可以翻译成坚持要求 还可以翻译成坚持认为 如果它在愿要见命这四个字里面 坚持要求的这个要吗 愿要见命这个要 那么它就要虚拟 可是如果翻译成坚持认为的话 不在这四个字里面 它就不许你 该什么时代就什么时代 好来咱们结合例句 加深理解 首先第一句话 你看这个引字翻译成什么 它坚持要求 还是坚持认为它生病了 你看这句话 翻译成坚持要求它病了 还是坚持认为它病了 是不是翻译成坚持认为呀 对不对 坚持要求的话一般都是接一件事 比如说我坚持要求你做什么什么事情 而不是后方加了一件一个观点 一个事情 是不是 所以此时第一句话 它翻译成了坚持认为 那么我们这个后方的这个从句 它就没有虚拟了 人家用了一个一般规矩识 对不对 该什么时代就什么时代 表示主过从必过嘛 是不是 追选了一个word 第二句话也是一样的 说这个证据表明 证据表明什么呢 单亲父亲比单亲母亲更容易去上班 那么此时前方的这个suggest 没有翻译成建议 是不是 翻译成了表明 那么如果翻译成表明的话 从句就不需要虚拟了 选的是be lovery to do 选的是一个 一般现在是叫做二 表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好 来 同学们 关于这个要不要虚拟的问题 跟上的跳意 反正就是一句话 对不对 符合愿要见命 你在这个四个字里面 你就虚拟 如果你不在这四个字里面 你就不虚拟 是吧 只有这两个词哈 比较爱考一点 他同学能不能听懂 这个需要背诵哈 建议和教求要虚拟 表明和认为就不虚拟 没有问题吧 同学们 是不是 来吧 做一个小练习 叠这个练习感受一下 考试可能会这样出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空 同学们 这个会比较好去这个翻译 是不是 我坚持怎么怎么样 他应该去看医生 但是他什么 坚持认为他没事 是不是这样啊 第二个空肯定是要翻译成认为的 如果翻译成认为的话 是不虚拟的 选择一个正常的使态 不虚拟的话 就是这个2B要pass掉 对不对 你不能选择数的加B数的可少 还有这个A项要pass掉 是不是 再来看 我们说前方的这个编语同句 这个insist 已经是一般过去时了 主句如果是过去时的话 从句必须要选择过去向阳试探 所以说不能选择这个E字 一定要选择Word 因为主过从B过 所以咱们选择是C项 OK吧 前方这个孔 咱们翻译成 我坚持要求他去看医生 从句里边是 should加上do should可省 叫做I insist he should go to see a doctor should省掉变成了he go 所以选择了C项 然后再来说 这个A为什么不能选 A的第一个空 on somebody 后方不能加多多 应该加多多 嗯 insist on 确实有这个用法 但是后方应该加多多 不能加多多 所以这个题咱们应该选择第三个选项 大家有没有没听懂的 还行是不是 啊好了 这个字念我们过了哈 下面呢 我们再来做两个练习 第一个是巩固提升4 啊 把这个坚持再练一下 嗯 吧 是的 是的 对 嗯 二 这个选什么呀 老师坚持认为我们在9点前完成作业 还是老师坚持要求我们在9点之前完成作业 是不是老师坚持要求我们在9点之前完成作业 反正坚持要求的话不就在那四个字里面 叫愿要见命的那个要 是不是要求的要 所以咱们应该选择数的加度数的可省 是不是所以咱们选择了C想Finish 还就完事了 来再来看一下第二小题 我们感谢他的这个款待 这个叫做Hospitality 一个名字叫做款待 感谢他的款待和善良 并且怎么样 朋友们你想 建议他打个车还是暗示他打个车呀 建议打个车还是暗示打个车 暗示打个车还是建议打个车 就建议打个车呗同学们打车还用暗示吗 就建议是不是 建议后方加上宾与重拒 符合愿要见命的这个建 所以他应该是数的加上度数的可省 所以直接选择了A选项 对不对 要么是数的考 要么是考 选择A 那这两个题没有问题 没有是不是 后面的话同学们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 同学们只需要看一下 浏览那些单词就行了 下一个用法呢 是这个形式主语 加上性能词 加形容词或分词 加上主语同句 这个时候呢 也是如果中间的这些分词 或形容词符合愿要见命 这样的含义了 那么这个主从 也要用数的加多数的可省 主要就是换用居士结构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需要积累两类词 一个就是表示 愿要见命的分词 一个就是表达 愿要见命的形容词 咱们分别来过一下就好 首先呢 表示建议类的 purposed 同学们你看 不就是把这个动词 加上一个异弊吗 对不对 还是刚才那些词 还有suggested advised recommended 以及表示请求的 demanded required request 表示愿望的 desired 还有命令 ordered和commanded 这些词 其实咱们不用单独去背 它跟刚刚讲过的 前方那些动词是一致的 只不过在后方加了一些这个异地 就变成分词了 还是表示愿要见命 以及第二类叫做形容词类的 比如说advisable 对不对 表示这个可行的 可取的 可建议的 还有desirable 令人向往的 值得拥有的 还有preferble 叫做好的更好的 还有better 还有incredible 叫做不可置信的 哪个不太清楚的 可以把这个汉语表下去 叫做不可置信的 incential 至关重要的 important 重要的 necessary 必要的 urgent 叫做紧急的 急迫的 哎呀 我这笔头 全面断尤了 紧急的 或者是急迫的 紧急的 急迫的 下一组 possible 或者是probable 都是可能的 还有natural 自然的 strange 叫做奇怪的 这里面呢 你会发现 老师把有读些词 标记这个黄色了 大家可以把这个黄色 也对应在你自己的书上 嗯 就是这些呢 是之前考试题目当中 有出现过的 啊 这些词比较重要 一个是上方的这个suggest 还有request 还有adviseable necessary urgent 还有strange 啊 这些词可以再说 圈出来 嗯 就是没事给它扫一扫 啊 心中就是 熟悉一下 有个脸熟就行 以及旁边这个 说也可以是名词 名词后方加上一个主从 比如说 is a pity 这个标准点 这个之前有出过 啊 is a pity 叫做遗憾的事 可惜的事 还有就是 is a winner 啊 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奇怪的事 标记一下 奇怪的事 或者是翻译成 令人惊奇的事 以及最后一个叫做 it is a shame 啊 it is a shame 叫做令人遗憾的事 或者是字面意思 翻成什么令人可耻的事 啊 都可以啊 令人遗憾的事 这些短语后方 如果加主从 主从还是 数的加度 数的可少 啊 就这样 大家只需要积累一下这些含义就行了 这一页哈 我画了几个重点呢 七个啊 一个是suggested request advisable necessary urgent 和strange 还有一个 as a pity 啊 这些是考试比较爱考的 看到这些词 后方加主与从句 啊 从句里边应该用数的加度数的可少 嗯 嗯 嗯 记完了没 啊 这是我们这个哈 然后呢 咱们来结合几个例句去感受一下 首先第一个 说 it is a necessary that we should start to do the work right away 也就是说 它是有必要的 那么你要思考 什么玩意儿有必要挖 往后读 是不是 说明 that它引导了一个主语从句 前方a的是形式主语 那么判断出这个是主语从句之后 一看前方是necessary 是一个这个信号词 那么如果是necessary后方加主从的话 从句应该用数的加度数的可少 考试就挖这个地方啊 你就选这个圆形就完事了 第二个说 it is urgent 说它是紧急的 什么是紧急的 主语在后方 说我们应该 立刻派人去请一个医生 是紧急的 此时urgent作为信号词 后方加了一个主语从句 从句应该用 数的加度 数的可少 第三个 it is a pity 算遗憾的是 什么呢 that she should call black white 她竟然管黑 称之为白 这件事情是很遗憾的 也是it's a pity 后方加主从 从句是 数的加度 数的可少 最后一个叫做 他被要求了 什么被要求 还是后方的这个主语在后边 说啊 学生应该返还书籍 应该把书还给图书馆 在书过期之前 把书还给图书馆 这件事情是被要求的 那么要求后方加主从 也是数的加度 数的可少 考试就挖这个红色的地步 ok了吗 其实咱们就把这些词 记了一下就好了 看混个脸熟就行 下面来做一个小题 来巩固提升三做一下 it's a pity that也是很明显的 学生们 it's a pity 后方加的是主有从句 对不对 他在考试当中如此粗心 真是遗憾 是不是 后方加的是主从 主从当中应该用虚拟语器 是不是数的加度数的可少 对不对 所以直接选择了一个a选项 数的b 是不是 这就是a字pt后方加主从 从句用的是数的加度数的可少 ok吗 再来看最后一种情况 就是在这个表从或同位从当中 同学们还是一样的 在表语从句或同位从句当中 如果这些词和愿要 见命相关了 从句当中还是用数的加度数的可少 所以咱们就还是 看个单词就行 比如说第一个 advice 建议 decision idea order 命令 plan proposal recommendation 以及suggestion 建议 opinion 观点 他也可以给他放在那个建议里边 requirement 要求 direction 管理 policy 政策方针 其中比较爱考的话 就除了有这个建议 命令相关的 就是这个opinion 这几个比较爱考一点 其实就还是愿要见命同学们 只要符合愿要见命这四个含义了 你从句就一律 说加度数的可少 就完事了 看两个例子 my opinion is that 我的观点就是 这个后方是不是一个表从 主席表 是不是一个表语从句 那么前方是opinion 在表语从句里边 数的加度 数的可少 这句话翻译一下 是吧 我的观点 我的意见 就是我们应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在家学习 第二个也是一样的 he made the request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个请求 一个要求 什么呢 问题应该立刻被解决 是吧 他要求问题应该立刻被解决 此时request是一个名词 后方是解释 他的这个同位从句 从句当中 数的加度 数的可少 还是一样的 总而言之就记住四个字 愿要见命 符合这四个字的 一旦他和名词用从句 任何一个从句联用的话 从句当中 通通是数的加度数的可少 大家把这个值点画解 其实没有那么难 把这个值点画解 其实就一句话的事 只不过呢 咱们需要把这些单词 多看一看背一背就可以了 来也是看一个题 巩固一下 看一下这个小题 老师会不会有顺当的情况 会有 会有 如果有数not的话 那就把数的省略 把那个notb留下 not加原形留下 会有的 这就还怎么翻的 是吧 我认为 什么什么是怎么样 不可取的 我们说这个not 不是从这个从句中 这个转移过来的吗 所以你在翻的时候呢 也是把not放回去翻 叫做我认为 后方加了一个笔语从句 说啊 这件事情是不可取的 汤姆被安排了 汤姆被 给这个汤姆分配工作 因为他都没有任何经验 是吧 等于话连起来再说一遍啊 我认为 给汤姆分配工作 是不可取的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经验 此时呢 sick后方是一个逼语从句 在逼语从句里边 又嵌套了一个主从 也就是从括号到这儿 同学们 它是一个主从 前方这个h 它是一个行主 OK吧 i是一个行主 那么我们说前方呢 这个adviseable后方加主从 这个adviseable不是表示 不可取的不建议的吗 它也符合愿要诫命 所以这个主从里边 还是 树的加度 树的可省 把树的一扇 直接变成了 be assigned 是不是 本地选择c项 叫做被安排 树的b单 把树的一扇叫做b单 选择c 关于这个我们就过了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支点 做减法 其实没有那么难 就一句话的事 符合愿要诫命 加这个名字形同句 通通都是 说的加 多数的可省 就可以了 下面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 第三个大支点 这个支点呢 就是稍稍有一点点 琐碎了 大家坚持住 第三大点呢 表示的是 要是怎么怎么样 就好了 或者是翻译成好像 我们一共要学到 三个表达方式 分别是wish 翻译成希望 或者是要是怎么样 就好了 以及if only 翻译成要是怎么样 就好了 以及as if as 我加从句 翻译为好像 是不是 这三个的用法 同学们 他们在书上 分别呈现了三遍 但是其实 他们下的用法 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还是 整合到一起去讲 这样的话 更好 结合系统 他们家的用法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呢 当他们后边 加笔运从句也好 加句子也好 加从句也好 他们这个从句的变化 都符合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需要单独去背 首先 如果是对过去情况的 假设的话 用的是head done 它是符合 那个从句的变化的 而和现在情况 相反的话 用的是deed 或者是word 也符合从句的变化 可是第三个 同学们标记中点符号 如果与将来情况 相反的话 是固定用法 叫做wood 或者是could 加上动词原型 咱们管它称之为 叫做wc加度 所以我们在背 这个结构的时候呢 我都是这样告诉大家的 我说直接背成 要是有wc就好了 直接背成 要是有wc就好了 用来提醒大家 这三个单词 它与将来情况相反的时候 它的结构是wc加度 就是唯一一个特别的地方 所以这个哈 需要同学们去 就是下功夫给他记住 然后来结合这个例子 比如说第一个 I wish you have come to my 这个birthday party yesterday 说啊 我希望你昨天 要是来参加我的派对就好了 根据时间状语是昨天 所以它是对过去情况的假设 中间的结构叫做hadden done 第二个句子 if only I will be there 说啊 如果我在那个地方就好了 它是和将来情况的这个相反 是吧 如果我要是在就好了 宝贝从句 从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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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吧 第二个也是 我们说if only 后方加句子 句子里边也是 与将来实时相反的话 那么就是wc加度 然后再结合语境 我将会在就好了 那么就是wood加上 动词原型 wood b 因为这个could不是翻向可以吧 是不是 可以能够 第三个 his big as if 也是as if后方加了一个 从句 从句应该用虚拟 再结合这个语境 它讲话的样子 好像它是经理一样 结合前方的这个sbix 是一般现在式 所以判定它是对现在情况的假设 所以从句当中用的是 一般过去是 我 好了 关于这个 同学们来边听边背 我再总结一下 有三个这个表达方式 三个表达 分别是wish加从句 if only加句子 as if或as though加从句 从句当中都要用虚拟语器 结构呢 跟前方讲的有一点点变化 首先呢 那与过去或现在相反的话 都是从句的变化 没有什么这个改变 要么是had done 要么是lead或者是word 可是与将来事实相反的话 它的结构变成了wc加度 没有另外两个成员动词了 没有那个数的和mat了 没有了 只有w和c 所以咱们在背这个结构的职业背成 要是有wc就好了 就是告诉我们 which if only和as if as though 它中间的这个 与将来情况相反 是wc加度 这个你要记准啊 同学们 这个地方不好记啊 一定要记准 考试是有可能会考的 尤其是这个位置 啊 这个是有可能会考的 就这个啊 哎 关于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同学们 其实就是背诵 啊 其实就是背诵 这三个是一样的 哈 咱们讲一遍就好了 书上应该是画了三个表格啊 但其实都是一样的 咱们就不再重复讲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大点 第四大点呢 讲的是一些这个虚拟的这个其他形式 也就是说呢有一些这个情况 没法进行归类 所以直接给他放到最后一个 这个模块叫做其他形式来讲 其中呢一共是四个形式 第一个呢就是宁愿 这四个短语同学们全部都翻译成宁愿 would rather 等于head rather 以及would sooner 还有would just as soon 还有would prefer 他们几个都翻译成宁愿啊 都翻译成宁愿 只不过后边这几个都不咋考 重点进前两个就好了 would rather than we had rather 反正宁愿 他们后方加的是宾允存句 啊 这个是要虚拟的 第二个叫做AXXM加宁愿 还有这个last 昨天讲过的啊 还有for fear that 还有incase 他们几个引导目的 状语存句的时候 也是要虚拟的 还有最后一个hand单 had hope as opposed 这几个韩生们 也是比较难记 大家今天辛苦了啊 这几个就是还是要掌握啊 要边听边背吧 来先看第一个 就是表示这个宁愿的 我们重点讲两个 一个叫做would rather 一个叫做had rather 其中呢 我们说这个would rather 它是一个比较偏正式的一个用法 而had rather呢 就是偏非正式的用法 但是两者在考试的时候不考PK 如果你能记住的话就记住 记不住的话也没有什么影响啊 他们两个翻译成宁愿 他后边在接这个宗句的时候 管他叫做边缘宗句 他的这个宗句的变化 是以下两种 如果和过去相反的话 那么就是宗句的这个变化 叫做had 如果是现在或将来的话 统统变成deed或者是wood 这个其实咱们还比较好背的 是不是 宁愿的这个变化 跟我们前方那个大表格是一致的 那么比如说看一下例子 我宁愿你昨天看过这个电影了 是不是 wood rather后方加了一个比较宗句 因为that仅仅挨着前方的这个wood rather 所以也是给省掉了 那么结合时间状语是昨天 所以咱们填的是had 但 第二个例句 i would rather 也是后方加了一个比较宗句 时间状语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通通变成一般过去式的 want 记住还是从句变虚拟 从句变虚拟 这是我们第一点 没什么玩意儿哈 就是就是字面意思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234 在234当中 同学们2和3重点掌握 因为这个3呢 应该是在21年 还是这个23年 我点忘记了 记不清这个数字了 考过一道真题 这个第三个考过一道真题 第二个也是考过题的 所以2和3重点聚集 第二个叫做 到了该做什么什么的时候了 表达叫做is high time 或者是is about time 其中呢 这个hi和about 同学们不用翻译 它只起到一个增强语气的作用 没有什么含义 叫做到了该做什么什么的时候了 它后方在加从句的时候 从句的变化 不用去分析 是和什么情况相反 就只有两种形式 要么是d的 要么就是数的do 但是要记住 此时数的不可守 到重点 在这个里面 数的加度 数的是不可守的 提问一下 刚刚哪一种情况 数的是可守的 刚刚我们讲了 是不是一堆呀 数的可守 那是哪种情况 愿要见命 是不是按愿望要求建议命令 咱们简称为叫做愿要见命 对 愿要见命 对 也行 那个数的是可守的 可是我们在这个结构里边 数的不可守同学们 这个千万要记住 考试有很多同学选错 这个标记住点符号 要么是d的 要么是数的加度 不用去考虑 对什么情况相反 就两个选项 有哪个选哪个 比如说我们看底下 这个小例子 说一下 is high time that we怎么样 算上睡觉 是不是 就两个形式 你要么就是one to bed 一般过就是 要么就是数的go to bed 数的不可守 就这两个情况 考试有谁选谁 嗯 对 第二个 这个哈 应该是近两年 很近的这个一个真题是考过的 叫做last 以防唯恐 for fear that 以防唯恐生怕 in case 以免以防 是吧 他们在引导这个目的状有从具的时候 表示一种担心和忧虑 从具里边还是从具 数的加度 数的可守 哎 这个还是可守的 数的加度 数的可守 哎 还是 嗯 看两个例子 I'm telling you this less you should doubt my sincerity 也就是说呢 我 呃 告诉你这件事情 以免你质疑我的真诚 是不是 也是less的后方 加了一个状有从具 从具当中 数的加度 数的可守 第二个 Julia had to go on a diet 说他不得不要去减肥了 so fear that 在后方加从具 从具当中 数的加度 数的可守 这句话翻译一下 说一下 Julia不得不结实 他生怕失去他模特的工作 嗯 二和三重点去背 嗯 这个是在训语当中可能会考到的 以及最后一点 这个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会讲一次 我们在后方讲到动词实态的时候 还会再讲一次 同学们啊 你这次呢 可以先把它作为一个次重点 等到后面讲实态的时候 我会再复习一次 嗯 这个叫什么呢 也就是had inspect 啊 这个啊 还有这个had hold 还有这个had supposed 等等 这些动词后方 接编语从具的话 还是要用虚拟力气 这个结构呢 发生变化了 它是唯一一个用的是物的加度的 啊 它表示一些 未能实现的愿望 翻成本 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 本 本期望 哎 本希望 本以为 本打算 哎 本假设之类的 翻成本怎么怎么样 啊 本怎么样 比如说看这个例子 he had hold had then 后方加上笔语从具 从具当中用的是物的加度 这个物的不能上哈 不能上 啊 用的是物的加度 嗯 我们尤其是学到后边 同学们 就是变得非常的琐碎了 但是呢 都要掌握 都是重点 就咱们已经捞得很干了啊 已经捞得很干了 这些都是重点 而且呢 就是我们现在教资考试不是越来越难吗 他其实是比较喜欢出一些小众的知识点的 嗯 所以大家就是 要辛苦一点啊 这些东西呢 都要去掌握 都要被的滚嘎乱手的 然后呢 今天晚上我在上课之前 还是会再考一遍这些知识点 啊 大家加油啊 来 最后做个小题 感觉对砖拔有很大的用处 是不是啊 对 他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分析这个结构的 嗯 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小题 巩固提升五 我们做一下 而且我们说 其实以后咱们走上工作岗位 你给出高中讲的不还是这玩意儿吗 你现在如果学得透透的 你以后备课就轻松了 啊 都是一样的 高中生也是要学这个巡逆语气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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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考的什么 很明显 Wordra的宁愿 是不是后方加了一个避允层去 那么来回顾一下吧 我们说Wordra的后方 如果加这个避允层去的话 它的变化其实就两种了 如果要是和过去情况假设 那么就是Hydan 对不对 如果要是将来或者是现在的话 通通都是D的 或者是Word 对不对 小选门太优秀了 所以说你就看选项当中 你来看这个空 首先A不能选了吧 RB不能选了吧 C也不能选了吧 职业就是C选项 是不是 这就还翻译一下 我宁愿 我们宁愿 我们的女儿 这个和我们待在家里 但是这是他的选择 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了 直接锁定C项 一般过去是The State 来最后有个思维导图 同学们来 有需要的还是 截图放到手机里 没事考考自己 以及整理笔记的时候去用 来吧 那到这为止啊 我们关于这个虚拟的 就全部都完事了 同学们如果没有问题的 可以直接下课去午休了啊 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节课 大家可以这个午休一会儿 然后呢 那个浅浅的预习下 那个倒装的那个举法 老师巩固提升三 是不是可以省略数的加度 那为什么不是C选项 它是粗心的也可以呀 巩固提升三 我找一下 巩固提升三 嗯 27 来 这个同学们截完了吗 嗯 来 老师翻篇了啊 27 哎 不是27 28页 啊 这个 嗯 嗯 是这个吗 哦 数的加度 数的可少 为什么不能选择C想 嗯 就是我们说 A色PT后方就是要用虚拟语气 虚拟语气就是数的加度 数的可少 他不能选择这个C 你得选择B OK吗 你选择B 因为A色PT后方加主从 必须要用虚拟语气 必须要用 嗯 所以就是数的加度 要么就是数的B 要么就是B 嗯 为啥不选择2B 说太遗憾了 他在考试当中 没有这么粗心 嗯 同学们 这不符合语境吧 那比如说我说你 我说太遗憾了 人民教师DDV同学 在考试当中 没有粗心大一 同学们 这不叫遗憾 遗憾是什么 是不好的事情 OK吧 所以2B属于是语义不对 语义不对 语义给他死掉了 明白了吧 所以不能选择C 也不能选择2B 嗯 对 还有哪个问题 加了动词原型 对的 数的加动词原型 它会不会一定要选择 SP的后方就是要选择 而且我们说这个数的 有时候呢 还可以翻译成 竟然 竟然 居然 这个数的 在这个结构当中 可以翻译成竟然居然 表示一种惊讶的语气 嗯 太遗憾了 它不应该在考试当中这样塑形 这个不叫遗憾 同学们记住哈 遗憾的都是不好的事情 而且我们这个里边这个数的不翻译成应该 它这个时候 它在这个竹语同学里边啊 就是我们一种习惯用法吧 在竹语 我记得我这个前面是不是有有写过这个东西 我来翻一下啊 这儿同学们你看 此时你这个结构不是得选数的加多数的可省吗 这个是这个时候数的意味竟然啊 这个时候数的意味竟然 就是我们不这样烦 你不会说太遗憾了 它不应该这样粗心 就是你虽然说在中文当中听的是OK的 但你就记住啊 在英文当中太遗憾的 后方是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是遗憾的 因为它做的是A字的主语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一个贬义的事情 才能做PT的主语 这件事A字PT 而你不能说不应该不应该 粗心这件事情是遗憾 这不对 前后是矛盾是有语病的 就是粗心这件事情A字PT 因为后方这个蛋的主层 它做的是A字的主语 sureA字PT 所以一定是选择一个贬义的事 嗯对对对 2B属于是语义不对 嗯好的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今天晚上讲的是倒装 就是我们选择哪个C 2123下 你说这题选C吗 是吗 是这个题吗 还是说别的题 这个题选A 嗯 我们最近这个课同学们排的是比较满的哈 排的是比较满的 所以大家就是很辛苦 但是一定要坚持住 我们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课程的周期 大概就是一个月左右 所以可能就是节奏是很紧凑的 其实也是为了节奏同学们的时间 因为毕竟3月9号就要考试了啊 你总共的学习时间就是两月 所以英语可能就要占到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吧 这个课程这样安排 就也必须得这样安排 因为咱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别的科目要学 还要给同学们自己学习的时间 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课程就排的比较紧凑 大家这段时间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嗯 这里选择A项 宝贝 我刚刚一都已经讲过一遍了 你怎么情况 A子P后方加主从 啊 又用虚拟 结构是 数的加度 数的可省 可省 这个也可以不省 爱科省可不省 所以选择了A项 数的B 就是固定用法 24页的书上第二题 24页 书上的24页吗 PPT是哪个题 啥时候刷题 这个没有刷题 啊 咱们系统班没有刷题 同学们需要自己去刷题 啊 手中会有那个真题卷 到后期呢 会给同学们发那个电子版的全真模拟卷 前期就先听课 然后呢 去刷手机上 那个软件里边 那个题 哦 睿智的美好时光 你问的是哪个题 是巩固提升级 对 我们分别有题库 同学们 在分别题库刷题 是巩固提升级 我看一下吧 24页 巩固提升二 找个教材 BUT4那个啊 BUT4那个 嗯 我看一下 那个是不是讲 这个你是哪里有问题 你想选啥 我给你battle一下 嗯 首先这个A是不能选它 因为我们说 对啊 BUT4后方加这个名词结构的话 它后方的这句话应该对应的是主句的这个变化 也就是含有情怜动词那个部分 所以A项没有情怜动词先pass掉 再一个同学们 你结合翻译 你这把怎么翻译啊 要不是党和政府的领导 我们就不会取得这么多的结果了 你这个地方应该要表达否定 所以说没有选择了C和4D 因为他们俩都是肯定 我给你把4D代入翻译一下哈 要不是党和政府的领导 我们现在就取得这么多结果了 是这样说话吗 或者你换句话讲 要不是老师 我现在就成功了 那不就这个意思吗 你这个时候表意上是不对的 你应该选择一个不会怎么怎么样 也就是要不是什么什么人的帮助 我们现在就不会怎么怎么样 所以此时这个空应该选择一个否定含义的 结合三个选项 只有2B有否定 所以这个题咱们的最有选项只能是第二项 因为C和4D没有否定 这个有没有清楚 C和4D主要是错在这个否定的问题 对同学们知恋多确实是多 就是这也是同学们就是反正就是很辛苦吧 年前这段时间大家就是肯定是要很辛苦的 但是没办法嘛 学习是件苦差事 只有先经历这样痛苦的时光 才会迎来美好未来嘛 是这样 所以就是我觉得学知识这件事情吧 就大家一定要就是要坚持 然后呢一定要积极 而且我们这段课其实排的真的很密啊 说句实话真的很这个紧凑 其实也是为了给同学们云出一些学习的时间 还有你准备别的科目的时间 所以课程紧凑这个原因吧 大家我觉得是能理解的哈 不然趁太久的话 大家都没有自己复习的时间了 所以说就是要辛苦同学们 一定要当天的知识点 当天尽量去给它消化掉 尽可能去消化掉 然后后面呢才能就是越学越轻松 来我们今天这个课程还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没问题就可以直接下课了哈 就可以去干饭午休了 下午呢咱们讲的是盗装剧 嗯对没有问题的宝宝就可以撤退了 没有问题 是吧同学们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上午就到此结束哈 感谢同学们陪伴 大家都辛苦了 也感谢周教老师 那么我们就今天晚上见同学们 拜拜 大家都辛苦了哈 拜拜加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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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